嗨我是Henry 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在這個雪季呢 我帶著我太太以及我五歲的女兒 準備在日本滑整個雪季 若你未來也想帶家人或是朋友來日本滑雪 有什麼問題也歡迎在下方留言給我喔 這天我們來到了田代滑雪場 這是我們第一次帶Sarah到苗昌以外的滑雪場滑雪 由於田代滑雪場沒有Skiing Out 想來這裡滑雪的人只能開車或支撥車來到這裡 或是住在苗場的人也可以從苗場做榮嵐來到田代滑雪場 由於我們住在苗場附近 加上幾時做榮嵐可以沿路欣賞美景 所以我們當然是選擇候著啦 妳走太不容易害我吧 p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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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vaak 看来 好专门 我好专门 我好专门 我两个摊超多的 填黛是一個很適合新手的滑雪場 因為它大部分的雪道都是很平緩的濾線 但是由於填帶有許多是很平緩的聯絡道 速度不夠的話對於玩Snowball的朋友會是比較辛苦 但對於玩Skid的朋友就會相對輕鬆很多 另外填帶其實跟另外一個雪場神樂滑雪場是完全相連的一個雪場 因此能夠滑的雪道非常多 雪況也比其他的雪場好得多 而且填帶及神樂也有非常多的道外的松雪及樹林可以玩 喜歡玩雪雪的朋友千萬不要錯過喔 我們要去哪裡 我去哪裡 沒有填帶虎喔 我看到這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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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前方的田袋湖是這裡最著名的景點 第一次來這裡滑雪的人大多也都會在這裡拍拍照當當網美 而且附近也有兩間餐廳 悠閒的一邊吃著午餐一邊欣賞著美麗的湖景 那可是人生最棒的事情 其實Sera一開始也是會害怕 也是有些抗拒滑雪的 包括一開始不願意坐懶車 一下子這邊痛那邊癢的 帶孩子滑雪總會遇到很多很多的問題 好在Henry本身是滑雪教練 在教小朋友滑雪也已經很有經驗了 所以最終還是能讓Sera快速的學會滑雪 並享受這項運動的樂趣 這也是為什麼我們都會建議來滑雪的朋友們 最好邀請一位合格的教練 除了能讓你能夠快速的學會並享受滑雪的樂趣之外 也能夠保護到學員的安全 也能夠保護到學員的安全 超危險 比較危險 超危險 超危險 在山 meer市場 超危險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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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很好 啊 我不覺得是乾嗎? 不覺得很多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文字幕 李宗盛 文字幕 李宗盛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结束啦 若有任何问题关于滑雪或是想带孩子老婆女友小三等等的来滑雪 也欢迎留言给我 那我们下支影片见啦 拜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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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拜拜